我是艾成 过去的八年里 我追问过有1323位创新者和投资人 被称为最爱问的闺女 带着好奇心 我拜访全副武装的顶级大咖 也面对手无寸铁的创业青年 我知道 比起发问 难的是找到真的答案 比起找到答案 更难的是寻觅 答案背后的意义 爱问天生好奇 从独立设计师到公司CEO 再到汇聚千万设计者的平台创始人 贾伟打破了设计公司不能规模化的定论 又创建了全球最大的设计共享生态圈 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自杀式的颠覆风险 爱问贾伟 你的下一次自我变革还会远吗 从2004年您创业 一开始是几个兄弟 到现在有一千位可能在罗可可平台上的设计师 但您又计划在下一个十年要发展一千万名设计师 您现在还是一个设计师呢 还是一个商人呢 还是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我有三个身份吧 三个 第一个身份呢 我是一个设计管理者 就是因为我每天干的大量的事 都在管理我们线下的一千个设计师 和线上的接近四五万个设计师 我首先是个设计管理者 第二个呢 我是一个以设计为核心竞争力的创业者 因为我认为有人是用科技创业 有人是用资本创业 有人是用商业模式创业 我能和我的伙伴们用设计的理念 来创造着不同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的身份呢 我是个设计师 因为我也在做我自己的品牌 我也在做我自己的作品 我也在每天和设计师一起讨论着 如何把一个设计做得更优秀 建议一家这样伟大的设计平台 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吧 当下最大的是什么呢 前12年自己创业其实挺爽的 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特别的大的难点 但是我自从做了这个洛克平台之后呢 我突然发现 就是我缺失很多 我要从一个线下的管理者思维 变成一个互联网思维 变成一个平台式思维 同时呢 因为洛克可只有设计师 只有一千个设计师 洛克平台呢 除了设计师 还有用户 我们还要发展一千万用户 还有供应链 其实它是个多边平台 非常多边 以前就管理设计师就行了 你现在还要运营用户 还要让供应链进来 还要让渠道进来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思维模式的重构 我要干掉洛克可 我把洛克可当成线下传统设计公司的一个代表 其实我真正的本质是我要干掉我自己 原来的12年的原有的那个思维和我自己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颠覆自己 干掉自己是最大的 我们研究过很多平台级公司的特点 做滴滴出行的这个创始人叫程维 他一定不是开车出身的 我们艾文也投资了一个云摄影的平台 叫Vphoto摄影 这个创始人是做财务出身 他一定不是做摄影出身的 所以但凡是做了这一行 干掉自己 也就是自己会成为最大的瓶颈 你有这个感受吗 我们其实干掉自己的同时也会保护自己 但是我认为互联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消费互联网 就是纯粹的大家做互联网的连接 互联网的第二个阶段叫互联网加 互联网加往往是运营加技术 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加产业加行业 这个逻辑的互联网人 他就要有很强的运营的逻辑 互联网加加到了线下的零售 加到了医疗 加到了文娱 但是互联网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产业加互联网 产业加互联网 它比互联网加更重一些 它要有深厚的产业背景 它要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产业有极其敏锐的 这种核心竞争力的理解 然后再加上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的迭代 我很清晰我们做的是加互联网 当一个企业发展到阶段的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选择 我赶紧再多做些什么 而是要选择 我一定不做什么 所谓的边界 我一直想试探 从这个贾伟老师中 就要去定义 什么是洛克克 什么是洛克 贾伟是谁 那现在您率领着这样的千人大军 画出了这个设计和这个世界的边界了吗 设计是一个创造边界的一个行业 设计本身它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物种 新的服务 新的商业的可能性的一个逻辑 所以设计的核心在于你能不能创造出 更多的可能性 我认为它没有边界 而且设计这个词本身 它是一个连接科技 连接技术 连接资本的一种新的商业语言 这种语言呢 我认为本身它是没有绝对界限的 听说80%的中国很多机器人的项目 这个洛克克和您都有参与 您觉得您是在替代自己 还是说在保存人类和机器人去抗争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思考过 我思考过就是 人工智能呢 首先代替的是体力劳动者 其次代替的是知识工作者 最后颠覆的一定是创造者 一家公司能不能不断地颠覆自己 其实是你有没有这个 对未来的这种 vision 视野 有没有对现在的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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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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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